这个金门有一个小显示屏 这显示屏上的物件应该都是可以点击打开的 你们想看哪个 这种河口屏 宋代的 这种明代的 五彩的罐子 我们给这要随便点几个出来 3D的 这还有3D效果 看没 这个挺好 看没 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3D的这种资料 把它的这个底竹也能够看到 因为有时候这个博物馆的东西是放在橱窗里面也动不了的 那么它做了一个3D的资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每个细节好好的去仔细看一下 我觉得咱们以后这个持续的分享会越来越科技化 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做一个三维的一个展示 然后平时大家也通过自己上手就能够像看实物一样 看没 看得很清楚 就能把它愣着翻转 是不是 这也是一种蛮特殊的一个玩法 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内力外外细节右面的状态 都能够看得很清楚 这比你只是简简单单去拍一个普通的视频或图片 还是要效率更高 怎么 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植壶吧 这是北宋的一个刻花纹的锦德镇瑶的一个清白池的一个壶 在盖着壶 然后下面是一个温碗 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么拿起来看 这个右色呢 因为它是北宋的东西 它会偏一点这个米黄色灰青色 不像南宋那么干净 发绿 嗯 其实给大家去照照了 挺有意思 好玩啊 要点一下 对 我们看一下清淡的瓷器 我们把这个关掉 这个玉壶春瓶 看一下这个火啊 这个瓶子 这是个乾隆的 但是款呢 光线 光线它照的时候 光线可能有点那个啊 像乾隆款的一个这种瓶子 但是有东西不像掐东西 你看这种完全在这个镜头前面是模糊的 看不清楚细节的啊 但是有这个东西还是得去看食物 把细节 甚至要拿到手上用强光去照 才能把它的很多细节看清楚啊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说 像我这里像这样 随便看看能看得懂的啊 它不容易 反正给大家就这么玩玩 好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唐代的脚 开瓷盘 然后这个瓷盘也可以翻转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图啊 因为像这种东西呢 珍品很少啊 珍品很少 所以有时候大家没有机会去看到细节啊 博物馆有时候离着远 也看不太清楚 那么咱们今天在这里就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图状态 其实这个胎呢是有点那个厚红色胎啊 石化装土再去做一些脚态脚油的一些工艺啊 这种就是典型的北方的河南窑口的一些 一些这个窑西的这种产物 包括这个啊 这个我们点一下 这个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比较少见的东西 它不像明清时期我们有机会去看到啊 拿到那么多食物 像这种都是馆禅的东西 平时说实在话都可能很少有珍品被你们看到啊 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虎子 你看这个底竹的状态 其实这个持柚还是保存得特别好的啊 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你看这个整个柚面 烧着的温度和结合的一个紧密度还是非常好的 上面是有点小开片啊 底下是这种状态 但是这种现在仿的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去推敲它啊 多看一点同类的这种器 随意的去买 好吧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看到这里啊 带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 带大家更多的去学习骨头这个知识啊 每周二六我们是自己的内部精品分享的开播时间 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参与 拜拜